如果以前讲到没做到钱永远不打 我们现在新的官吏 新的政府的那种的精神就是 讲到做到钱要马上到 所以今天还没有来到钱就打 承认独钟同考文凭的义里路 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镜头 不过政府的1200万令吉的独钟拨款 已经发放给全国62所独钟 拨款移交仪式今天在新纪元大学学院举行 主办单位特别制作两个大横幅 欢迎财政部长林冠英 还有教育部副部长张燕群的莉玲 来自62所独钟的118位代表 一个接一个的领取模拟支票 当中包括宽如中学古来分校 还有官单中华中学 每所独钟平均获得19万令吉 此外林冠英也在现场颁发200万令吉的拨款 给新纪元大学学院 由院长莫顺中代表接礼 大家回到学校查查户口 或者现在可以坐上网查账的话 应该看得到这笔钱 看不到的话绝对不是我科扣 找不到的话可以来联系我 可能有些时候银行那边转账 有时候会出现问题 可能会拖延了一些时间 可是绝对不是我科扣 我在这里要先声明 绝对没有科扣大家认得拨款 独钟破天荒能够获得政府拨款 林冠英说这要感谢一个人 也要感谢马哈队 因为我还没有生那个议算案的时候 我先问过他 要得到他的准处 他点头 我才能够再够 他强调学习母语教育是基本人权 不应该过于强调种族 他也重申 政治应该和商业 教育和媒体分家 让国家能够健康的发展 所以我希望能够获得华社的认同 尤其是你们六十二间的独钟 成为在教育方面 能够强调这些基本人 就当然 不是说这个是因为以政党来看 因为是林冠英秘书长 金多达秘书长讲话 这个就是要听完秘书长的话 不一定是属于你们倾向否见 如果倾向也好 可是也不代表是倾向要否见 因为我强调不是政党的政治 强调的是原则 强调的是理念 强调的是人权 至于明年独钟还会不会有拨款呢 林冠英说 希望你们明年还会出席 不要忽略想说 哎呀钱已经到了 就不要紧了 将来的话就 再一次就不给了了